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来咯,所以我们的第一段段 其实没有学的很长 他其实就一两个段,他就做了 主要是要点出今天这一组东西的 这个主题还有扫养和扫养的关系 所以通常我们可以这样开头 有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 In this set Mutrials 好,你先讲 阅读的文章The Reading Passage 说了什么 来咯,我可以说 The Reading Passage The Reading Passage explains 来,注意了 用现在简单诗,The Reading Passage 就一遍,所以换句的 你现在讲的是的话 所以要不要动词你要加一次 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有些东西 可以用别的 你可以用Presence 可以,你可以换一些不同的东词 或者是呢,你可以用Reveal 也可以,透露 都可以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选择 不看对 不看自己个人的习惯 来咯 好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Discuss 要Discusses 然后加YES 好 如果你们讨论什么呢 对 来咯,所以刚刚我们讨论过 是什么 是讨论 The Disadvantages 缺点 要通缩 有没有 所以再加念书的缺点 有没有 好,来咯 那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听力 对不对,讲是相信相反的 好,所以就点出来 所以你自己知道没有用 你要把它点出来 好,来 就再说一个句子 而 而我们的Listening Passage 讲的是什么呢 好,我们的Listening Passage 听力这一篇 来咯 来,再记得吗 听力是讲的 要相反的 对不对 所以他想 我们听力想什么 有点 对不对 好,来咯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玩个小游戏 好,来 所以同学 看咯 我不是在玩笑超高 不是要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一些 不一样的动词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如果刚刚前面 你如果 我经常用的Express 对不对 你这边就不要再用Express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边的话 你用别的 好 你可以用什么 Discusses 好 总之呢 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组合 总之呢 你要6次写词的要有变化 这样的话 分数才会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Listening Passage 是什么 Express review or Discusses Leading Passage 我们是讨论优点 好 啊 Honschooling 所以 我觉得你看 短短的一句话 其实没有很短 所以的话 这样一句话 你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了 一到两句话 如果你想写两句 重点是 主题是什么 是Honschooling 描述 然后呢 两者间的关系是什么 相反的 对不对 一个想优点 一个想缺点 对不对 好 所以的话 这是我们第一段的19103 所以大家就练习解写看 所以第一段的话是很重要 因为第一段可以看出来说明 到底要搞懂今天的题是什么 然后呢 还有我们reading 和儿子敏之间的关系为何 就是在第一段当中 要呈现出来 好 所以呢 刚刚跟大家讲过 我们在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 对不对 我们在写作整个过程当中 这是我们写作的界面 然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部的reading passage 对不对 就是我们第一部的三分钟的文章 就出现在左手边 对不对 好 那同学你看咯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们在写中间接段落的时候 你的重点要摆在 你所听到的东西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从后到尾 我的阅读的东西 都摆回给你看 所以你不能写太多 所以它要看的是 你知不知道 懂不懂的 怎么样去summarize 它的重点 好 所以来 我们就来写这一份好不好 所以刚第一段示範完之后 我们现在接到第一个问题 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箱子开头 我们可以说首先 好 第一个问题 所以拿开你就是用一句话 去summarize 我们 reading当中作者 对于自己的部分的观点 有没有 所以 第一个问题 对不对 the reading passage 我们阅读的文章说了什么 对吧 所以阅读的文章当中 阅读的文章当中 声称说 asserts that 在家里面出的孩子 这些文章 也讲了什么 对于自己的文章 也讲了什么 对于自己的文章 对于自己的文章 所以第一點我們在閱讀當中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在家裡唸書的孩子比傳統學校的小朋友學的蠻少 一句話就好了不要再寫太好因為相反 所以就好像我們一直在講說 你在寫書的時候自己行見這些transition words 跟transition phrases 它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可以點出來一些前後之間的關係 句子與句子之間 然後到過一段落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transition words 跟transition phrases 來講的話 你是可以來做正確的運用 不要用作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囉 encounters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我們的俄司令 passage presents 有沒有 來 presents 相反的意見 對不對 來換一個字 presents opposite 相反的 相反的觀點 好 然後呢 剛剛我們作者 剛剛我們的教授有提到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寫吧 實際上 好 所以我們就先把教授的觀點寫出來 對不對 所以 實際上 我們就再換字了 宣稱 教授宣稱說 The professor claims that home schools use learn far more than those who use attending traditional schools 剛剛提到 教授 我們剛剛也有找到 教授的提到是研究現實 對不對 好 來囉 好 我們這點要學到 因為這個是我們支持的細節 因為你這個藍色部分化呢 只是針對說我們教授的意見嘛 那 但最主要的部分呢 之所以可以支持他這個觀點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研究現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說 根據教授的講法 對不對 according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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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ofessor 根據我們教授的說法 對不對 很多的研究現實 對不對 many studies 好啦 所以他就是有關於 教授告訴我們說是 根據研究顯示的這個研究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根據教授的講法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many studies 很多研究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ome school students learn much more knowledge than typical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schools 所以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字書的配置上面 有沒有 絕對是以什麼 絕對是以我們聽力的部分 很會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的話 整個我們文字的部分 這樣子錄測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的話 我們只要有一句話 去把我們reading 這個部分的關鍵 就是summers出來 然後剩下呢 重心的話呢 是放在別的什麼部分 所以聽說 你在聽聽力的時候 有沒有 你抄的筆記 有沒有 你抄的筆記 想不詳細就很重要了 對 所以的話呢 你會發現吧 來看我們寫作 欸聽力還是很重要 好嗎 最後的話呢 我們這段的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你回去的話呢 我們的sortium directly 這一段 對不對 還有我們這個學科的選項 這個部分呢 欸無法報紙 好不好 就練習看看 那其實說 其實一小 conclusion部分啊 會跟我們第一段非常非常像 基本上呢 就是只要幹嘛 只要summerize 我們今天這篇文章 裡面的idea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他基本上呢 他跟我們的第一段 會長得非常的像 可是你不能造超啦 因為像是這樣很好笑的 所以的話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去要做的信 就是什麼呢 paraphrase 我剛剛講過有沒有 換字換句型 但是呢 不能改動原意的情況下 所以的話 基本上呢 你可以稍微去paraphrase 你前面的這個intro的部分 所以要記得 就是你在summerize的同時呢 記得你要做到paraphrase 有沒有 就是要換句型 有些不一樣字 有些不一樣的句型 還是講不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brief的部分 是針對homeschooling 的就是dynamic 在做介紹 那listen的部分 是針對homeschooling 的優點 和dynamic的部分 在做介紹 好嗎 好 那所以的話呢 今天的課程呢 就會到這邊 那今天文章呢 麻煩你們寫囉 是不是 然後呢 因為這個搜捕考試是打字 有沒有 所以的話你作業 麻煩你也是用打字 順便計算一下你的字數夠夠 好不好 所以的話我們的整個寫作 在前面 對不對 你的字數的這個區間 應該是150到25之間 好啦 好 所以下次大家請一定要交作業